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包整包青天的故事 评书作品里呢 这个包公啊 一泊云天啊 断案公平 每次听到有人击鼓鸣冤 立刻呢 招呼王朝马汉 张龙招呼升堂 把原告请上堂 问完什么情况 然后包大人明察暗访 抓住真凶 之后抬出虎头闸 把凶手处死 老百姓听说之后呢 挑大不歌点赞 这可能是大多数人 对古代告状的一个认识 开封游哥 宝青天 铁面无私 编种间 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 但是呢 真实的历史 告状不是这么告的 这中间呢 有很多跟咱们印象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咱们今儿就聊聊 古人怎么告状 告状这事儿啊 历史悠久 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规定 跟今天类似 那会儿的案件呢 也分明示形式 明示案件叫送 形式案件叫遇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甭管是送还是遇 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自己告 很少有现在咱们说的公诉这东西 这就是所谓民不举官不究 一般轻微的案子 比如说财产纠纷 老百姓自己到地方官府 口头告状就行 少数恶性案件 类似杀人放火 才需要这个原告写书面材料 到了汉朝 告状这件事儿越来越成熟 有老百姓自己告 也就是自诉 以及公检法部门直接诉讼的公诉了 跟咱现在呢就没有啥本质区别了 到了唐宋时期啊 诉讼流程已经基本成型 甭管案件大小 也甭管自诉还是公诉 必须要有书面撞书 所谓撞书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诉讼书 打官司这件事儿呢就被称之为告状 告状的流程规矩几千年来不断变化 到明清那会儿呢相关的流程制度就定下来了 原告提起诉讼 衙门受礼之后通知被告出席 双方呢都可以请律师 那会儿呢叫送师 然后呢就是当堂辩论 以及这个取证举证环节 最后呢衙门做出判决 值得一提的是 送师在审理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雍正年间浙江湖州有这么个案子 有个年轻女子嫁到一户人家 没几天呢丈夫挂了 俩人没孩子 丈夫家里还有几个小叔子 对这女的呢图谋不轨 这女的就想改嫁 奈何封建礼法太严厉 小叔子不同意 女的之后到官府打官司 咱之前聊过古代婚姻 过去啊礼法森严 女人丧偶改嫁很难批准 这女的呢也明白这道理 就找了个有名的送师帮忙 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 考虑事儿的这个角度啊非常刁钻 写了16个字的状子 事年十九夫死无子 翁壮而官书大未娶 意思呢就是这女的19岁 丈夫死了没孩子 公共正直壮年 小叔子们都是单身 言外之意就是啊 如果让这女的接着跟家住 肯定会发生乱伦的事 跟乱伦比啊改嫁就不是个事了 果不其然县太爷一看状子 当时就同意让女人改嫁 说了这么多告状的发展 那咱们说说呢这个打官司的流程 看看跟咱们想象当中啊有什么区别 就拿最近的清朝来说 首先说啊 衙门不是每天都受理案件 只在特定日期受理 比如说逢三逢五这种日子 而且呢不是你来了就能立案 你得拿号 这叫放告 最重要的是啊 老百姓告状没有击骨鸣冤的 只能把状书交给衙门门房 统一把诉状交给刑名师爷 大老爷不亲自审 人家学的是四书五经 没学过断案 刑名师爷先把状书看一遍 觉得可以私了的 就打回当事人那 或者是交给地方宗族 自己解决 个别案子 比如说原告来告了好几次 或者宗族处理不了了 行名师爷才把人叫到衙门里 自己呢问问情况 光是个立案就这么费劲 大多数老百姓就放弃了 这还不算完 真要立了案呢 麻烦事更多 过去办案特别动 比如说这案子受理了 那跟这案子有关的所有人 甭管你是原告被告证人目击者 一律叫到衙门关起来 为的是办案方便 随时想起什么 随时问 方便了 官老爷可就苦了老百姓了 大牢这种地方 脏乱差不说 看押的差人 不管你是谁 没钱那就给小型穿 万一赶上杀人这种大事 那更热闹了 要是衙门认为 跟案子有关的地方 现是案发地 或者发现死者的地方 衙门一律封锁 这里就猫腻了 你比如说 村里张三在家被杀了 衙门来现场一看 明明封锁张三家就行 不不见 把半个村都给你封了 原来的住户赶出去 什么时候抓到凶手 什么时候解封 至于被赶出去的人 是死是活 那跟官老爷没毛关系 不光办案的过程特别黑 案子怎么结 完全在行明师爷 跟县太爷怎么想 就拿大清律来说 大清律里有这么一条 凡发掘坟种建官国者 帐一百留三千里 以开官国建师者 脚 发而未至官国者 帐一百图三年 可真找着盗墓贼 见没见着师 那就是官老爷 说了算了 花了钱的 就算你见着尸体 也就是个三年徒刑 没花钱 就算你是放风的 死刑也跑不了 中国传统社会 打官司这么黑暗 那老百姓真有冤屈 搞个上访行不行 但是这种情况 其实并不多 主要是当年 有严格的规定 老百姓越级上告 甭管你是不是冤枉 先打三十板子 到京城告状就更狠了 一般到北京 那就直接找皇上告状 这叫告御状 皇帝哪是你说能见就见的 就算皇上出宫 身边还有御林军 你拦截告状 御林军直接说你有意谋反 当场就打死了 那你说历史上 有没有越级上告 或者告御状成功的呢 还真有 比如说明朝郑德年间 就这么个案子 郑德年间 河北苍州宿宁县 有一家人呢 把儿媳妇杀了 死者家属就把那家人告了 没想到杀人那家呢 串通各级官员 生把这事拧了过来 说死者呀 跟亲哥哥通奸 东窗事发之后自杀的 这明摆的是串通一气 诬陷的说法 奈何各级官员被收买 没人理会 这家人真急了 直接进北京 准备告御状 到了北京 得知皇上要出宫忌天 这家人呢 准备拦截告状 要说他们运气真好 那天陪乘德出宫的 大太监刘锦 心情不错 看见他们告狱状 居然没发脾气 还帮着他们翻了案 杀人那家杀了 各级官员都处置了 这家人呢 是运气太好 祖坟掌灵芝冒青烟了 要赶上刘锦刘公公 心情不好 这家人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力 郭德纲老师说了一个相声 就是根据这件事改编的 长篇单口 有空听听去 古代告状这事啊 说到这儿差不多了 中国传统社会啊 官场黑暗 告状这事呢 压根就没想过要方便老百姓 所有步骤都是为了方便官府 给他们自己省事 也难怪过去有这么句话 衙门口冲难开 有礼没钱 你别进来 好了 关于古代告状这事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